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台北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 首先带你来看 台北市、西美市及桃园市 共同推行的U-Bike 使用者违规祭典制度 7月1号起 如果骑士在七楼骑乘 闯红灯 逆向行驶 为礼让行人等都会被祭典 累计祭典三次将被停权14天 达七点者停权一年 民众反应走在七楼 任行道上却深受自行车抢到的困扰 担心自身行走安全 台北市交通局呼吁自行车使用者 禁止在七楼内骑行 应下车前行 我是在我们这个大安区的 某栋大楼的主委 因为我们深受骑害是为什么 因为很多骑自行车的人 他们到了七楼 他们完全就是横冲直撞 也不会去停下来 那我们的住户有一次 他被撞到受伤 可是因为对方也 一下子就走了 就我们也没有办法去说 你为什么要撞到我们 所以我觉得说希望就是说 像交通局长们各单位 多加宣导 骑楼其实是要停下来的 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我们即使走在人行道上 我们一定要让他们骑脚踏车人先过 因为他在后面 逼逼逼逼逼 你不让他过 他撞到你 就是你的不对 你为什么就不让我过呢 我觉得这是 还是希望我们交通部要多多宣导 其实早期在人车 增到这方面是非常严重的 可是人车 以前早期车是机车 在我们大安区是脚踏车 对 所以在我们 光是我们东西商圈 脚踏车跟人之间碰撞的率是很高的 然后我们巷弄内 然后车车也会去碰撞 脚踏车跟机车 所以在道路边 甚至在我们实路口 撞到的率是非常高的 那加上我们东西商圈下目前 正在活络起来的时候 很多的设施 也阻挡到机车的 跟脚踏车的行走 所以会让脚踏车到旗轴里面 跟人车去增道 所以这个方面也是 是否应该全面去改善 不管是环境的改善 甚至于脚踏车 微笑单车的基点的改善 让我们人行走的更安全 为提升良好的自行车骑乘文化 台北市新北市及桃源市 7月1号起 共同推行U-bike违规计点制度 凡是在骑楼骑乘 闯红灯逆向行事 在人行道位里让行人 行驶过程中手持行动电话 负载人员等行为将会被计点 计点最终者会被停权两年 期间无法再租借U-bike 我们的人车分道的自行车道 是可以骑乘的 我们旗友是不能骑乘的 相关角度没有开放 会有挂设人车共道的 会开放人车共道的 人行道也是不能骑乘的 那这部分 那在特别提醒 就是说民众只要过马路 穿越马路的话 有自行车穿越道是可以骑乘的 没有自行车穿越道是不能骑乘的 那我们希望说 透过我们这个计点制度 那行人 就是在行走人行道的时候 可以更加的安全 更加的 不会有那么多的冲突 那另外我们也希望说 自行车在骑乘的方式 遵守相关交通规定 那避免产生事故 造成自身的安全 那所以说 我们未来的自行重点 我们会一个骑驾车先行 跟一个警网警催促行人 因为生活圈嘛 桃园 新北 台北 这类的情形 它关系到了我们民众 在行人的部分的安危 所以我们三个首长都非常重视 所以才开了这次的联合计程会 希望我们的媒体朋友 帮我们一起来呼吁 我们对于自行车 骑乘的一些安全要注意的事 尤其这个季节应该是首创 而且会认真地执行 这关系到我们U-Bike的骑士 它以后的权益 我们借用这样的一个方法 希望达造一个更优质的骑车文化 我们这边其实有车号 那个维丹的车辆 如果看U-Bike后面有那些车号 车号的话它就可以去追踪 当初借的点 然后要去追踪那个时间点的一些卡号 我们想这个部分 会透过这样层层的追踪方式 找到当事人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 今天我们的交通大队的同仁 还有我们天管处理的交助人员 会很有重点式的 来针对一些常常违规的地点 来做一些机查 很多人他可能骑车 他并没有学到相关的这个教育跟经验 我周边其实很多朋友 他发生就是摔车 是因为他拿骑机车的行为 用到自行车身上 怎么说呢 第一个就是刹车 我周边朋友很多就是 比方说他就是用 骑机车的这个刹车方式 然后到自行车身上 然后就铺接了 那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状况产生 所以基金会很努力的 在想要怎么做 那我们也推动这个校园的 单车安全教育 我们进入校园去教孩子 就是国小生 国中生 高中生 这些都会使用在这个U-bike的族群 那告诉他们怎么样是安全的骑车 骑车的礼仪 然后他也可以把这些观念 带给他的家人 那这是基金会能做的事情 可是在市政府部分呢 我也很感谢这个就是各个地方政府 因为有了自行车 看到了这个量出来了 原本道路上 到底要把自行车摆在道路上呢 或是摆在这个人行道上面 怎么样才是安全的 那现在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人行道 是人车共道的 那这个人车共道 就必须要去尊重这个 礼让友善 礼让这个弱势的用路族群 就是比方说我们的行人 我们的推轮椅 娃娃车 这些的用路族群 那这个是 市政府来做的努力 交通局提醒 自行车在人行道骑程 应在有自行道标线 或设有人车共道标志道路行驶 并离让行人切勿驱赶 打造行人友善交通环境 记者温宇君台北报道 为了让单身朋友扩大交友圈 松山区公所与松山峡海城隍庙 再度携手担任红娘 举办松山之恋 幸福放送的单身联谊活动 吸引了60位 试婚年龄的单身朋友参加 配对成功率高达67%哦 松山之恋幸福放送单身联谊活动 在团拜松山峡海城隍庙 月老新军后揭开序幕 活动借由趣味破冰游戏 快速拉近彼此距离 更特别邀请从法国日本学习甜点 来台的超人气日籍甜点师 哲天将大 带领参加者两两一组 享受DIY装饰蛋糕的乐趣 松山峡海城隍庙主委沈锡齐 松山区公所区长郑朝元 以及松山区慈佑里里长里主名等贵宾 更亲自前来祝福 分享宝贵爱情经验 鼓励参加者勇敢追寻真爱 我们办这个单身联谊活动 我想大家应该都很坎坷不安的心情 那我们等一下有一位里长 他就是来拜我们这个月老 然后他就密得良缘 他刚刚迫不及待要跟大家分享 那这部分我就先破个梗 然后这个部分 那我个人的经验 因为我本来也是很腼腆的人 大家不要看我现在讲话好像很顺 其实我也在家里练很久 我也很腼腆 但是我想说圣各位七个字 就是为自己勇敢一次 真的我当年也是为自己勇敢一次 我也不敢追女生 但是我就是勇敢一次之后 对我就成功了 所以我们这些各位男生们 你们就为自己勇敢一次 但是我觉得现在是男女平等 那我觉得就是不管男生跟女生 或女生跟男生 我觉得大家看到满意的 得适的对象 我觉得就勇敢去这 那我觉得我们现在有群组有加奈 我也建议大家就是互相加奈 就是多多加奈 然后从奈里面就可以去互相的了解 我觉得现在是会很快容易拉近的一步 我的姻缘真的是我们 峡海的那个月下老人来签成的 我简单叙述一下 因为我的领长在这边当义工 然后我愿我有一天来这边拜拜 他说我领长他就说 太太太太你 你是来求我 你是后生还没娶 还是太语听得懂 儿子还没娶呢 还是女儿还没嫁 然后那个我月母就说 我一个嫁嫁不嫁 然后我们的领长说 不然我我领长也没娶 不然介绍你好吗 不好意思不是像区长讲 我没有来拜我比较腼腆 我真的很腼腆 但是就是因为太腼腆 错失很多姻缘 这是真的 我相信各位 所以这美女也是很多 很多这种姻缘忌讳 这个女生不错 我想追可是不好意思 这个男的怎么一直 迟迟没有对我提出她 想追求的意愿 然后因为毕竟是女孩子嘛 所以比较更腼腆更含蓄 所以美女们遇到你喜欢的 真的机会只有一次 有的好机会 你可以释出很多好的暗示跟良缘 所以预祝各位能密得家人 然后今天晚上七点开始 活动结束以后逛逛牢河街 七点开始以后就可以到我们彩虹桥去看一下水舞 增加你们的沟通机会 松山区公所表示 未来也将持续办理具多元特色的联谊活动 透过不同主题 吸引士林朋友报名参加 促成更多美满的家庭 传承幸福的下一代 一起前往幸福的起点 记者离席会台北报道 您是否有收过水公司 或是台电的缴费通知减讯呢 小心那有可能是假的 台水及台电公司配合数位发展部 从113年起 推出了111短码减讯政策 统一由政府专属的减讯平台 发送短码111减讯 刑事局发明呼吁民众 要认明有111短码 才是政府认证的减讯哦 一起来关心 台电客服人员离家 仔细的回复用户的问题 这里是台电北部客服中心 客服中心方面证实 近期多次接到用户询问 吹缴简讯真假 通常用户会先打电话来说 我想查一下我家 我有没有欠费 因为我收到一封简讯 可是我也不知道 这是真的还假的 那我们就会先跟他说 就会先问他贵姓 然后会先跟他确认一下 他的用电地址或是电号 我们会先去帮他查 是否有欠费 警政署新市警察局方面分析 诈骗集团主要都是利用 民众定期缴费的习惯 以及对公用事业单位的信任 透过夹简讯夹带连结 吸引民众点选 他多半都是利用民众这些 可能固定型的会消费的心态 然后再以不明连结的方式 然后让民众去点选 那当民众他点选了之后 他就会出现一个画面 就是要你去输入你的信用卡的 这些资讯 那民众他当他以为说 我只是方便我上去缴钱 当他输入了这些资讯之后 随即就会接受到一些盗刷的简讯 为了避免民众受到诈骗集团 钓鱼简讯诈骗 台电公司与台水公司 共同配合数位发展部政策 从今年起在简讯通知 设有111短码 让民众辨别真假 台电方面也强调 简讯通知绝对不会设有缴费连结 提醒民众注意 台电的这个吹脚的简讯 上面是从今年的113年的1月起 我们是使用国家111的简讯通知 上面有111的代号 我们上面是有欠缴的 用户的电费的月份跟电号 那不会有这个简讯上面 不会有任何的连结 除了认明简讯短码111外 刑事局方面更建议民众 多做一道查证更安心 即便他是政府发送的简讯 也可以再做再三确认的动作 譬如说如果你要缴税 或者是你有中华电信的账单 你可能觉得 收到说我可能没有缴 那你也可以去使用 譬如说超商的iPhone 或是做一些 譬如说App 对做一些再次的确认 然后确认说自己真的没有缴交这笔费用 再去进行补缴的动作 台电方面则呼吁民众 拨打1911客服中心专线确认 避免受骗上当 那事实上民众如果收到这样外界的这些 诈骗的卷讯 是可以打电话到我们1911 我们专人都可以确认这些卷讯的真伪 当然我们165专线的反诈骗集团专线 也可以来做一些查证 除了分辨加减讯外 刑事局也提醒民众注意诈骗电话 尤其是来电号码前端 加冠加制 都是来自境外国际电话 如果该来电号码显示是公务机关 或者是国内私人企业的电话号码 就是诈骗电话 民众接到这一类电话 一定要提高警觉 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 网络上经常看到不孝业者 通过一页式的广告 盗取正版厂商的图片 或篡改新闻报道的图片 并散致利用医师的名义 推销药品 台北市卫生局就呼吁 民众如果有医疗用药的需求 应该要到合法的医疗机构就诊 切勿轻信一页式网站的广告 以免伤财又伤身 民众滑手机经常可以在脸书 LINE及各大网络平台 看到一页式广告 台北市卫生局近期发现 有不孝业者以假的图片 或擅自利用医师名义 制作一页式广告 呼吁消费者购物前要特别留意 常见的一个一页式广告 会有以下的一个其他特征 第一个就是它的一个网址 是比较拼音比较奇特的 另外会出现有大陆的一个用语 或者是简体字 另外它可能会透过一个 限量或限时的一个促销活动 特别是长期的一个 就是倒数计时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另外它的售价可能是明显低于市价 另外它可能就是只留下一个 就是网络的一个联络的方式 没有实体的地址 或者是一个实体的一个家用电话 这样子的一个讯息 另外它会强调货到付款 同时也会强调期天的一个鉴赏期 让消费者卸下他的一个新房 然后吸引消费者进行相关的一个购买 所以这边要呼吁消费者在购买之前 一定要特别的留意并别上当 除了刚才讲的医生被盗工之外 实际上在我们也接受到很多的药厂 包括国外的药厂 大药厂 包括国内的药厂 甚至包括药局 还有网红的药师 都曾经被冒用 用在这一些一夜市的诈骗 你点一去之后就发现 只有连接到一个单独的网页 那我们讲到一夜诈骗就是 它没有其他的负的网页 你也找不到什么购物栏 也找不到电话 也找不到什么其他的联络资讯 然后就叫你填下单买东西 那这些就是几乎90%以上 甚至90%大概都是一夜市的诈骗 卫生局提醒可以在网路上贩售的 仅以类成药 其余药品皆不得于网路贩售 另外药品如未经核准 寄送到国内或超量攜带入境 最重可处10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病科新台币1亿以下罚金 民众千万要小心以免触发 那根据药室法的规定 就是不管是滞胀或输入药品 都必须跟中央卫生主管机关 也就是我们的食药属 申请查验登记 经过食药署核准 并且发于药品的一个许可证之后 才可以制造或输入 如果药品没有经过核准 就会寄到国内或者民众 在国外旅游的时候 个人自用的方式入境超量攜带的话 都是属于未经许可散自输入 这个禁药的一个部分 那这个部分就会依照药室法的一个规定 最重可处于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那个并客新台币1亿元以下的拔金 那卫生局呢在去年就击查了1200多件的 这样子的网路贩售药品的一个案件 那针对于跨大陆的药品广告 或者是网路贩售来路不明的一个药品呢 民众一定都要提高警觉 不要在网路上去买处方药 这最基本 因为你一般民众可能根本分不清楚 到底是杂片还是真的就进去了 所以不要在网路上货买处方药 包括刚才讲的减肥药 壮阳药安眠药等等 为什么第一个 刚才讲的这些如果是一个知名的 或是正规的药厂 甚至是它只要登记在台湾的药厂 药商或是药师 它都不会做这个事情 因为它一定会被担到 会被抓到 而且影响到公司的生育 影响到个人的生育 又被罚款又被违法 卫生局呼吁民众 对于跨大不实的药品广告 或网路贩售来路不明的药品 要提高警觉 牢记五不原则 另外食品不具疗效 切勿轻信跨大不实 宣称疗效的食品广告 以免延误就医 影响病情 记者李奇会台北报道 台北市政府设立 员工身心健康关怀中心 由公共卫生师 资商心理师 职场护理师 组成中心的服务团队 促进市府员工的身心健康 台北市政府员工身心健康 关怀中心接牌 提供市府全体同仁 在公务繁忙之余 可以就近与专业人员 进行健康咨询服务 接牌当日 市政大楼也举办 员工健康促进加年化活动 台北市长蒋万安 也带领部署了解健康资讯 今天很开心 来向大家宣告 我们员工健康促进办公室 再次的优化提升 从110年开始 我们就设立照顾员工健康的办公室 那也谢谢 我们连续三年就委托联衣 然后同时跨局处 大家提供职务来配合参与 来照顾我们所有员工相关的健康 那这一次我们特别提升优化 主要是纳入了包含工卫师 还有职场服务师 当然还有心理资商师 所以透过三师 我们希望不只是身体 还有心理层面相关的健康照顾 都能够为员工来提供服务 来守护我们这栋市府大楼 六千多位市府员工 那这一次我们是首创全国之先 纳入工卫师 我还记得当时我在立法院 也自己提案 希望能够尽快的通过工卫师法 所以当时很高兴 报道派大家共同支持 顺利通过 所以这一次我们能够纳入工卫师 我们很高兴 未来由三师的团队 守护员工健康 特别在最近我看到相关的报道跟迹记 我们的新冠疫情似乎又开始增加 所以我们很希望 除了守护市民朋友健康 对员工健康的照顾 我们也一样关注 所以很谢谢我们联一的伙伴 大家能够在这边 透过健康处理办公室 提供多方面很多管道的照顾服务 再次感谢严一同仁 也谢谢很多各个单位 大家的职户配合 相信未来健康处理办公室 一定会运作非常的顺利 毅力 第一条照顾服务 刚刚第一件事 不管有没有 就是先去问 一定要哦 对对对对 要去各社功课 有有有 然后去諮商 无种结明状况的时候 就可以依照我们当初 意识清楚的时候的决定来执行 那我们可以做的选择 发含就是 要不要继续做维持生命证 现在可以 就法律的规定 我们是保障 要自己做决定这样子 对 所以那先这个 就欢迎大家可以先想看看 关怀中心纳入公共卫生师 资商心理师 职场护理师团队 以市府健康愿景为永续目标 提倡关注个人健康层面 生理心理都照顾到 那我想这个市府的员工身心健康 关怀中心最主要是 过去大概我们都比较重视 这个生理的部分都有 那最主要是这些年来 职场的等等压力 越来越多职场暴力 所以我们现在这一次呢 最主要增加有公卫师 来做员工的健康风险的管理 包括现在有所谓的 慢性病的个案管理啊等等 然后我们也加进了心理諮商师 可以做心理的咨询等等 那还有职场的护理师 都一起来加入我们这个团队 那现在是三私合一 而且最主要是这个 公卫师立法过了以后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提供的职场 那去通人提供 那应该是在六都里面 应该是第一个提供这个工卫师进来 注点的服务的这个部分 那另外我们现在也很重视 员工的这个工作与生活 家里或者职场与家庭 所以我们也都顾及到职家横平 我们有接下来有一些讲座 除了该有的见解以外 我们会有一些讲座 那这个工作坊等等 那另外像我们这栋大楼里面 我们有这个幼儿园 员工的子女在多余 刚刚早些时间幼儿们也有来 我们现在有这个幼儿的专责 到家访市这部分 像刚刚市长也帮我们做了 他也将来如果有空 他也应该到社区去分享 他怎样当三宝爸 怎样支持太太 支持家庭 那我们就觉得 这最好的一个示范 尤其像现在职场上面 大概存在的高阶的主管 很可能都是婴儿期生的 那个婴儿潮生的 那现在有X世代 Y世代 Z世代都进来 在职场里面 那这个在这里面相处 甚至我们都碰到 以我自己的职场里面 我们有碰到现在 譬如说同仁不太愿意当顾理长 因为他不知道怎么去带后面 所以在这个职场里面 都会充斥的这样 那在有些现在 也有非常多的语言上面 可能会有语言的冲突啊等等 那这我们都有这样的职户 对职场的这个不法侵害 怎么样预防等等 嘉年华摊位 自出生至临终 集结各项健康促进专题 将相关资源介绍给员工 共同促进员工 职场幸福与健康 记者温云俊 台北报道 谢谢 谢谢大家 设限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格责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图形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和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由宋山区公所及玉达高中合办的宋山区 新著名烘焙班欢乐结业了 学员反馈极高 课程期间也特别走入社区 将课堂中制作的糕点 与宋山长老教会长老们分享 发挥工艺精神 鼓励长者乐活学习 那如果你想要大家再有一些风味加甜辣酱 甜辣酱加两大匹进去 更好吃 就是会有酸酸甜甜的概念 在烘焙班由志文老师的示范讲解下 学员们一步步跟着老师学习做披萨 宋山区新著名烘焙班 新影元属国籍为中国 越南 泰国 香港 印尼 及蒙古的学员 其中来自泰国的杨小姐表示 本身对烘焙有浓厚的兴趣与热忱 也参加过许多坊间的烘焙课程 得知宋山区公所今年开办烘焙班后 就立刻报名参加 这次呢 我要非常享受受众山区公所 提供这个烘焙烘焙的东西可以参加 在这里我们学到很多 就是有样做面包的东西 在家里可以做个小朋友吃 可以跟大家分享 这次应该认识很多幸运的朋友 这个课程呢 我上次有参加过类似的 然后我觉得这个学校老师都教得很好 所以在这一次奉陪的话 我想再学一下 然后希望从中可以得到什么 再看有没有可能变成我的事业 我觉得从学校里面 从老师那边学到的东西 都是非常尊业的 比在外面的兴趣班呢 可能会更上 更高一些 所以我觉得得着很多 宋山区区区长郑曹元表示 对于学员的烘焙功力感到相当惊喜 能在短时间学习烘焙技巧 揉面团 煮酱汁 还要设计食材风味等 可见学员的用心学习与创意潜能 首先啊 恭喜大家 就是这个结业是打压 对啊 然后那个 听说这个 抱这个饭好像不是很容易 要强 要苗强 对啊 对啊 所以各位看都知道东西有无切 所以你们都强到了 而且 听说这个 呃 克兰霍讲说 我们这班的那个全勤率还非常高 可见得那个我们 我们开这个班是很成功的 对啊 真的非常恭喜大家 那刚刚有提到说 要什么进阶班啊什么之类的 你们尽量反应 没关系 只要我们跟学校这边 我们再来研究 然后可以的话 我们来尽量满足大家 那真的非常谢谢那个立法高中 被提供这样的场地 然后跟我们合作 然后让我们新住民有这样子一个空间 可以来这边学习 那真的非常谢谢大家 这次的课程更突破往年 共有15位学员获得全勤奖殊荣 松山区区长郑朝元也准备精美礼品 亲自颁证鼓励学员 学员们开心的表示 每周都很期待上课 还能将学到的烘焙美食 带回家与家人分享 记者李奇慧台北报道 CerasI Terra探险员世界摄影展 展出是由探险船员们 透过独特的视角拍摄的作品 并邀请艺人简曼书 担任海洋保育大使 希望唤醒观战者的自觉意识 一起响应保护地球上 这一片美丽的海洋 曾经担任2017年 Tara海洋探所展活动大使的简曼书 再度受邀参加Tara探险员世界摄影展 热爱海洋的简曼书 分享对当下环境的深刻感知 整个地球环境面临急剧转变 极端气候影响全球生态系统 展览中的每一幅作品 都在诉说着大海需要我们 今天很荣幸参加这个作为大使 用自己小小的力量来 希望唤醒大家去更关注 我们的海洋保育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带着小孩去海边 其实有时候真的会蛮感触的 因为真的在海滩上会看到很多 人为遗留下来的垃圾 什么都有对不对 真的什么都有 奇怪怪刚刚跟大家分享交友的时候 还听过还看到有人曾经看过保龄球 就是什么奇怪的东西 烤肉架然后很常见的塑料的制品 保特瓶啊吸管塑胶袋 所以其实很心痛之外 就是当然也是一个教育的机会 在带小孩在海边玩的时候 也会教他们就是 我们一定要把自己带过去的东西 全部带走 不要遗落在海滩上 然后沿途如果有看到垃圾 就是就一起捡回去带回家 那除了我们人类自己之外 其实这个地球还有很多生物 要共同一起生活 并不是只是我们而已 那用一个比较希望地球永续的方式 让用这个概念去爱地球 让它可以生生不息的永续下去 其实是我们每一个人 在日常生活中都可以做到的 由知名品牌设计师创立的 Tara海洋科学考察基金会 20年来来自世界各地的科学家船员 艺术家和驻船记者 一同搭乘Tara探险船 在全球各大海域进行探勘任务 并积极分享气候变迁 和海洋环境的研究成果 一开始看到的时候 其实会不太知道这是哪里 然后知道是那个探险船员 他们在那个很高的桅杆上面 补看下去拍的 那因为这个船可以破冰 所以它是那个双螺旋 去把它打出来一个形状 很像一个问号 然后是一个很特别的 我直接就看到这一幅照片 是我觉得蛮震撼的 有一种哇很壮阔的感觉 这个就是七年前 2017年的时候我来担任大大使的时候 Tara从台湾开往香港 所拍摄到的一个画面 这边有那个海豚在跳跃 所以看到这幅的时候有一种 七年前很开心 很感动又再见的那种感觉 本次展览由Tara海洋科学考察基金会主办 展示了45幅真轨影像 透过Tara探险船员的独特视角 向观众呈现过去20年来的海洋保育航程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台北市交通局公布基北北桃 四世合办的我的减碳存折活动 初步成果 启动一个多月 已经累积11万人参加 祭出活动的最大奖 日本来回机票 活动一直持续到年底 越早加入 中奖的几率越高 欢迎市民一起来生活转型 迈向近邻 像这样每天骑一趟单车 每个月就可以减碳5公斤 为了鼓励民众 透过搭乘 捷运 公车 客运 火车 或骑乘 U-Bine等大众运输工具 一起来减碳 基北北桃市 是共同举办的 我的减碳存折 全民运动抽奖活动 4月8号起跑 由于活动奖项 从去年3个月50个奖项 大幅增加到 今年每个月7000个奖项 其中月抽活动只要每天搭乘一趟大众运输 就有机会抽中日本来回双人机票 活动开始到现在才一个多月 就已经吸引11万人参加 减碳量达3730吨 成果超乎预期 像是公车 捷运 U-Bike 这种大众运输 然后出门 累计减碳量 然后就可以参加我的减碳存折的一个抽奖活动 那我们今年的奖项有高达7000份左右 每个月哦 是每个月都有7000份 那民众只要加入悠悠妇 然后绑定记名悠悠卡 然后搭乘纪北北桃的大众运输工区 就可以有机会获得这些大奖 或是一些相关的优惠 那我们今年到目前为止的一个参与人数呢 也突破我们的预期 已经突破11万人 对那我们也欢迎 我们非常感谢民众的支持 那我们希望民众可以尽快加入 因为你现在马上加入 你就可以获得更多抽奖的机会 因为现在加入 我们后续还有连续8个月的一个抽奖 北市府也首度公布各类大众运输工具 可达到的减碳数量 呼吁民众 净零碳排就从绿运输开始 我们这个活动 我觉得跟最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我们可以很精准的去计算出减碳量 那他是有经过一个国际认证的 那每天呢 骑一趟单车每个月可以减碳5公斤 那每天搭一趟公车 可以每个月减碳8公斤 那捷运的话可以减碳10公斤 对那其实我们这一次的范围还有包含 像是那个台铁 它的减碳量更高 除了提供丰富奖项 鼓励民众多多使用率运输 今年还好召更多企业 以不同的方式参与减碳 包括赞助奖项 鼓励员工加入我的减碳存折活动 分享减碳回馈做法 还有内科等近200家公司 加入模范企业示范区 交通局长谢明宏 更亲自拜会的台数等指标性企业邀请加入 希望透过公司协力带动全民减碳 企业参与的状况也非常的踊跃 因为我们今年大概才短短的一个多月 就有200多家的一个企业来加入我们 这里面包含有20几家 他们是来赞助我们这些丰富的奖项 提供一些就是奖品 那他们也是长期关注这些减碳永续的一个议题 那另外有一些企业 他们是来分享他们的一个减碳的一个措施 来展现他们减碳的努力跟企图心 那另外还有部分的企业也有加入我们这一次 像是内科还有宝高 还有华雅园区的模范企业的一个行列 然后鼓励他们的员工 透过律印书来做减碳 我们希望跟企业的合作来带动这个全民 所以说这次跟以往特别不一样的话 是企业的参与 那我们还是会陆续找一些企业来 跟我们一起来共同推动 例如我们前一阵子拜访台塑企业 台塑也答应他们整个包括集团的一些大的公司 我们有久的上市贵公司 都愿意来跟我们参与这个活动 所以我想有些企业来带动的话 对我们整个通勤的运输的帮助好 我想那个会更有帮助 一般的市民当然可以 但是当然企业它有一些指标作用 这个我们还是陆续会寻找大企业来共同 台北市交通局方面预计 今年我的减碳存折活动 目标能达到30万人参与 总减碳量达2万公顿 向由北台湾开始 带动号召全国更多人加入生活转型行列 为静零碳牌尽一份心力 记者张琪辰 台北报道 设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格格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服刑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式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和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金融转运站这个周六就要正式开始搭车 金融市政府交通处特别加派能力 到现场发宣传单及举牌宣导 呼吁通勤民众多加注意这个讯息 这边直走右转会看到一个金融转运站 对对它变市内的 金融转运站6月29号星期六起就正式开放搭车 原本在港西街一带的国道客运和公车路线 都会移到金融转运站上下车 原本的站牌位置同步停用 市政府交通处特别加派人力举牌说明 还有发传单还可以扫QR Code 让民众感到很贴心 蛮好的 因为我也不知道哪一天起用 你也不晓得 我本来不晓得 那你觉得会不会当天还是会有人搞错 一定吧一开始 觉得还是会花一些时间 因为毕竟不是每个人都会无时不刻的注意这些讯息 有些人可能没有在注意的话 就在搭车的时候会 可以看到的话就会比较清楚一点 这样不会走错这样 你觉得会不会当天会有人诊斗 一定会有啊 我觉得是需要 因为没有那么多的大众 有时候在这个地方 可是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很多人 我想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那你觉得说移到里面去 会对大家会有好处 其实会啦 因为其实这边的环境 如果特别是下雨的时候 其实没有很好 因为其他的角度 并没有说可以完全遮蔽你 包含你现在 所以我觉得有室内可以 比较舒适的空间是好蛮多的 当然也比较好 因为这边其实夏天蛮热 然后有时候金融场下雨 当然室内当然也比较好 那我们在上个礼拜五开始就在现场 包括是在国光站 或者在基隆火车站 甚至像市府转运站 还有包含身后的港溪街这个7楼 那我们每天其实都有派员 然后来发传单 然后让民众能够直接面对 然后跟他解释说 那转运站以后会未来会怎么运作 然后之后我们在正式营运的时候 然后也会有举牌 比如说身后这一些举牌的公读生 然后也会引导民众 然后指引往转运站方向乘车 那如果不太清楚 基隆转运站到底要怎么样抵达的 市民朋友们可以扫描这个QR Code 然后就可以上网来看这个动画 有详细的解说 基隆转运站呢 在预计在6月29号的时候 真是开对外开放 那所有的国道客运和市区公车路线 都会进入基隆转运站来上下课 那转运站里面的话就是有冷气 所以大家可以民众可以在 舒服的环境里面 然后不用在这个炎炎夏日 在大太阳下面等车 这个对于民众来讲 想必是一大好消息 而为了方便民众开车骑车 在亲朋好友到转运站搭车 7月1号开始 市府也规划配套措施 在国光客运临时站的后面空地 设置临庭接送区 以及计程车排班区 还有海洋广场前 以及公车总站县址 划设黄线公民众临庭接驳 也欢迎民众多加利用 并再次提醒通勤民众 基隆转运站 还有转运站外的公车后车停 6月29号星期六起 就正式开放搭车 请民众多加留意 别跑错地方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基隆市议会副议长杨秀玉 牵线在地企业 任养七毒铁道公园内 一处老旧水箱 请专业的壁画达人 画出一幅以铁路便当 为主轴的王美墙 行销七毒的铁道公园 希望民众来这里游玩时 一起行销七毒的美丽和美丽 在三十多度的高温下 壁画达人带着太太 夫妻两人逐步图画出火车 以及著名铁路便当的模样 预计一个礼拜左右 就可以完成这幅 以铁路便当为主轴的 王美墙来行销七毒的铁道公园 因为它这是一个立方体 所以想要上面是衔接天空 是衔接天空 然后旁边也衔接旁边的 那个树井融合在一起之后 然后再去强调我们 那个铁路便当的主题 因为这边就是铁路 那个纪念工园 对 然后有副议长给我们的 那个一个启发说 想法说要由那个美食 带入那个七毒的那个特色 这样子 就想说 在那个铁路公园的话 那画一个怀旧的铁路便当 应该是最适合的 这样子 就是铁路便当 就是用食物来跟民众就是互动 因为食物就是 大家对于食物会比较有 生活上的连结也会比较有共鸣 由于基隆市议会副议长杨秀玉 一心想要行销七毒的好山好水 和各个景点以及美食小吃 因此特地牵线在地企业家 任养七毒铁道公园里面 一处老旧水箱 同时请专业的壁画达人 要利用水箱墙面画出一幅 以铁路便当为主轴的 王美墙 行销七毒的铁道公园 希望民众来这里游玩时 多一处拍照打卡的景点 一起行销七毒的美丽和魅力 这个厂商 画这一幅画的经费来源 这是我一个好朋友 那就是他来任养的 到区公所正式任养 那这一笔经费没有用到市政府 那毛钱 是我的朋友 他来任养 我有跟他讲 他愿意来回馈我们乡里 那我也非常感谢我这一位朋友 那期待 因为这一幅画作正在孕育中 正在孕育中啦 等你怀孕了啦 那慢慢慢慢的 再不久的将来 应该不会很久 慢慢这一幅画作就完成了 完成之后 我希望说 我们在地的乡亲 基隆市的市民 包括我们各县市的这个 就是说民众 欢迎常到我们基隆来 如果到基隆的七堵 一定要来这里打卡 你一定会发现这个 这一个便当会让你一起说 那个年代的时空背景的 爷爷奶奶 阿公阿嬷 爸爸妈妈 他们是怎么生活的 也因为这幅画 藉由这一幅画作 告诉大家说 我们要懂得饮水师园 抱着一颗感恩的心 我们前忍重树 后忍成良 要知道这些故事 还有地方人文 有十多年经验的专业壁画达人 胡永伟 因为帮忙副议长杨秀玉 新的服务处外墙 设计画出一幅漫画式的王美墙 备受杨秀玉的称赞 因此这次铁道公园的王美墙 杨秀玉再次请胡永伟和太太 邱纯纯一起捉刀设计 铁道公园水箱的王美墙 希望为铁道公园注入新的火力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在电影来看 基隆地方名人吴同潭去世 家属决定为他的遗院捐赠长照车 即号召亲友捐血 用爱新公益 送吴同潭最后一程 这个公益活动的主要重点 就是关心弱势 因此吴同潭的家属 号召亲友一起来捐血 呼吁捐血一代救人一命的重要 还特别订购网路超夯 一包价值超过600元的牛肉面料理包 赠送给爱新捐血者 感谢大家一起做公益 要大家热烈来响应 做爱新 捐血又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又可以帮助别人 又可以为自己的健康而活 目前A型跟O型的缺格比例比较多 但是原则上我们都是一直都是在不足的状态之下 我们学员的一直都在不足的状态之下 那当然希望鼓励民众能够多多来参与这个活动 也常常来捐血这件事情 也是利人又利己 捐血一败 救人一命 大家一起来 首先要先感谢基隆捐血站 还有基隆旷工医院的院长 让我们乡土妇女会有这个机会 替我的大伯吴童潭 做这个爱新的活动 吴童潭先生生前一直都有默默的在行善 那这一次的捐血活动 还有长照车的捐赠 也是他多年来有在跑医院 有感而发 想要对社会弱势族群 还有这个社会做一点爱新贡献 我们最主要还是就是说做个行为 那我们因为 因为在捐物院我们所服务的 这些比较偏向地区的民众 那我们比如说像内方 平西 双西 到顾鸟那边 还有这种地区的民众 那我们希望就是说一些长照的 比较朋友 或者行动比较不方便的 让他们不要到处踢倒地走 希望能够用我们这个车子 那像是吴先生他们电车展 我们要发挥他们的那个善举嘛 那我们抗护院这些同仁们也来帮助他们 帮助这些民众能够得到更好的服务 大概是这样子 家属强调 吴同潭生前未病痛所苦 特别关注台湾医疗及弱势团体 也透过公益行善捐赠 让社会弱势民众感受到更多温暖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为了国立营法长者 活到老 学到老 多到户外运动 结交朋友 健康老化 2024营法斗志龙飞凤舞竞赛 基隆总决赛结果出炉 由来自新义区的基隆市 恩惠全人关怀协会 打败14支的晋级队伍 夺下了冠军 一起来看看 真的号角响起雷战鼓 身穿古代决斧甲咒的 阿公阿嬷军士们 挥舞大红旗 骑心抗敌 不过并不是真的打仗 这群古代将士们 都是来自新义区的 基隆市恩惠全能关怀协会的 阿公阿嬷们精心打扮 一起跳战舞 成为全场瞩目的焦点 这是由基隆市卫生局保健科 在势力体育馆举办的 2024银法斗志龙飞凤舞 基隆市活跃老化竞赛 基隆总决赛活动 总共有来自全市各区 35支队伍参赛 最后只有14队进入总决赛 而基隆市总决赛的前4名队伍 都将代表基隆市参加全国分区 以及全国总决赛 办理这项活动的最主要目的 就是要鼓励银法长者 活到老学到老走出户外 结交朋友多运动 延缓老化健康老化 我们今天来参加的 我们这些大哥大姐阿公阿嬷们 他们都是在我们7个行政区的出赛里面 经过激烈的竞争 选拔出来 每一个区有两队来参加今天的决赛 我们会从这14个队伍里面 等一下会选出4队 来代表基隆去参加全国的竞赛 这个银法健康活力秀的这些阿公阿嬷 他们平常不是只有今天来比赛的时候才在练习 他们在自己的区 社区里面平常就已经在练习 他们发挥创意 他们有动到脑 他们有做了很多的道具 他们有动手动脚 有非常多的舞蹈的活动 所以他们的脑不会退化 他们的肢体也不会退化 在这样子参加的过程中 虽然年纪越来越增加 但是身心都越来越年轻 今天我们参加的这些阿公阿嬷总岁数加起来 有三万六千多岁 所以我们这些长辈 透过平常的练习 出赛到今天的决赛 决赛之后他们还是会 不管有得名 要去参加全国的比赛 或者是没有得名 要再继续平常的练习 他们都会继续的 要活要动 永保健康 最后结果出炉 果然由精心准备打扮 跳战舞跳得又好的 基隆市恩惠全能关怀协会 夺下第一名 第二名则是由七土区 引法俱乐队拿下 信义区热林好样队 获得第三名 安乐区五福社区发展协会 则是得到第四名 记者姆俊松 基隆报导 基隆市信义国小 今年推出创新毕业活动 结合媒体素养基地学校的课程 让全体六年级的毕业生 制作班级毕业影片 各班票选的代表作品 在毕业典礼上公开播放 为小学六年生涯 画下精彩据点 一步步的毕业影片 出自孩子之手 毕业生用自己的方式 来纪念自己的校学生活 我在毕业典礼上 看到了我们做的影片 很感动 也很开心 我有这样的能力做影片 我觉得这个影片 让我收获良多 在我六年以来中 画下一个完美的句号 课程中主要是 透过引导孩子 留下自己美好的记忆 然后用分组的方式来制作 所以当毕业的时候 其实每一班都有 十五部的毕业影片 然后再由学生们票选出 代表班上的毕业影片 然后最后再播放在毕业典礼上 其实过程中孩子们都蛮兴奋的 然后想到要制作自己的毕业影片 他们其实真的都是用尽心力 设计出不同的风格 然后最后每一班所票选出来的毕业影片 也都具有各班的一个特色 然后相信这样的一个过程 可以给孩子一个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 那也期待他们能够展翅高飞 祝福孩子们展翅高飞的同时 校长也分享孩子们的媒体素养能力 让家长很有感 由我们媒体素养 基地学校培养出来的小记者们 带领我们这一届的毕业班 所有的班级学生 参与媒体素养这个能力的发挥 那在每个班呢 都有制作一到两分钟的一个 整个六年的学习生涯 那透过这个影片呢 我们要让孩子的能力展现出 平常可能是大人或师长或家长 是看不到的 那这一次的每个毕业班呢 透过这个短短的一两分钟的一个 媒体的一个制作 让这一次的毕业典礼呢 最后的一个所谓的温馨的回顾 充满的温暖的力量 也让所有的家长非常有感 特别来跟我们做一个回应说 校长我们孩子真的长大 而且让我们看到这个成长的轨迹 真的很谢谢学校 透过这个媒体素养 基地学校的一个活动 让孩子的能力可以更多元 更丰富的呈现出来 就是整线孩子们的媒体素养能力 未来还要将能量扩大至社区 我们即将进行的是 美菲色舞的课程 那我们将带着学生 把我们的课程进入到我们的社区 邀请我们社区的李民 跟我们一起述说社区的故事 那希望呢 邀请所有的李民 一起来重视媒体素养这样的概念 然后也把媒体创制的能力 一起交给所有的李民们 透过亲手制作的毕业影片 孩子们在离开小学前 学到媒体素养的技能 为未来的学习和发展 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导 响应国际佛光会提倡的 佛光有爱灵机恶活动 基隆集乐寺举办爱西米联合捐赠 给50个受赠单位 让关怀从米出发 传递人间有爱的信念 佛光有爱灵机恶 响应联合国SDGS 永续经营及消除贫穷的目标 佛光山极乐寺 继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 基隆区佛光人 在大雄宝殿举行 佛光有爱灵机恶 爱西米联合捐赠活动 由住持庙章法师主持 这次我们国际佛光会 中华总会基隆区各分会 发起的一个爱西米捐赠 在基隆区这边 总共有50个单位受赠 那这个有礼长 那有学校 有弱势团体等等的 那相信了大家所发起的 这份爱西米的捐赠 那可以福利很多需要的人 那这也是呢 师父呢 他呢 秉持的这样的一个 人其己及人逆己逆的 一个无缘大慈通敌大辈的精神 那带给每一个人 人心的一个温暖 那也能够达到 去除我自私 那有一个无我的一个平等大爱 把佛陀的一个慈悲 智慧 真善美都能够呢 这个发扬光大 50个受赠单位 包括了各级学校 慈善团体 各里办公室等 共赠予了430箱 超过5600公斤的爱西米 由各校的校长 及单位主管 清零受赠 现场贵宾云集 包括佛光人 超过130人参与盛会 今天非常谢谢佛光山 举办这个人间有爱 灵饥饿的这个活动 捐赠非常多的资源 给我们相关各校各里的 需要帮助的人 我们就以佛光人的宗旨 跟信条来从事我们的政治工作 相信这个社会会进步 祥和那政策 也会实际的推动 让我们有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都可以被看见 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宗旨 我们感谢我们国际佛光会 我们基隆区信义第一分会 这个已经是连续第二年的捐赠了 那我们薄荷光怀协会 秉持这个助人之心 我们透过食物银行的服务 透过这个百米的捐赠 我们希望可以帮助到 基隆市的弱势家庭 能够获得百米的爱心 以及我们佛光会的一个祝福 也希望大家可以一起 关心我们社会的弱势族群 让我们一起送爱 给弱势家庭一个温暖 藉由各单位转正给弱势 和有需求者 期望能在社会上 形成善的循环 让社会更美好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央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见 营养化碳重结者NACO奖提醒您 无外式瓦斯热水器 绝不可装在家装窗户的阳台 厨房等室内空间 因为瓦斯燃烧不完全 就会产生营养化碳 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想吐甚至意识不清 想保命跟我这样做 一热水器迁移至屋外 二更换成强制排气室热水器 三敢用电热水器 那可奖祝福您 洗澡通风保安康 设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泽泽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 机上盒的业者都会遭到最重可除两年以下 图形和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盒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盒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盒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